昨天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摩都号满载5000多名国内外游客回到上海母港 完成了为期7天6晚的国境主题行次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自今年元旦首行以来 截至昨天已完成64个行次的服务 载客人数突破25万 据了解目前第二艘国产大邮轮也初见出行 预计2026年年底完成交付